跟我说 再等我两年 再等我两年 等我有房有车了以后再娶你 我告诉你 他这句话已经说了无数遍了 毕业当时我第一次向他求婚吗 他就说 等等等等 等我找到工作以后在一起 找到工作了以后呢 跟我说实习了以后在一起 实习完了以后告诉我实习期满 实习期满以后告诉我升职 升职完了以后告诉我有房有车 我现在就不行了 我就要激眼了 我今天必须结婚 我就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今天必须告诉他 要不然分手 要不然结婚 这姑娘性子虽然是心实口快 有什么说什么 但是她这种样子真的会吓人的 你想一个女人求她一次婚拒绝 求她二次婚拒绝 求她三次婚还拒绝 你觉得最后这女的不避风 避成啥样 我再等两年我就快三十了 我还等了什么呀 男人三十一只花 女人都三只豆腐渣 这也不清楚吗 我问一下你们双方父母 有没有促成这个婚事 我爸妈和叔叔阿姨都很同意 就她那可能不支声 就告诉我 等我到了一万块钱 还贷款了再说 而且我俩平时都不吵架 一谈结婚就干 一谈结婚就干 干价就 那我问一下 你在生活当中有别的追求者吗 有啊 我又不是嫁不出去 你只有算嫁不出去的人吗 每句话都会噎死人是吗 你是要噎死谁是吗 没有 那董伟跟你的追求者当中相比 他到底哪点好呢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在怀疑 他到底爱不爱我 所以我今天站到这个舞台上 如果他还不娶我的话 那有可能是他真的没不爱我了 我其实我特别害怕一点 姑娘 你表面上非常的强势 但我害怕 万一这小子一出来说 又不跟你结婚 你立马就贪了 就你这种人内心往往特别脆弱 你说女生追男生 如果追得太过火的话 就会把男生吓跑 你给他金山银山都是火山 你对他掏心掏肺都是白费 最容易受伤就是你这类型 如果有人对你掏心掏肺 你就会马上掏心掏肺 可是如果有人稍微对你有一些冷淡 你马上就受到伤害 因为我支持你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个交代 就像你刚才说的 要么就是黑 要么就是白 要么就结婚 要么就分手 人生有多少个25岁 等两年 等两年 等着等着等着 真的就大了 我觉得B是可以的 但是能不能在这个前提下 考虑一下对方的感受 他为什么要给你房子 车子票子呢 因为他要从你的眼光里头 看到你对他的崇拜 他给我这些物质保障 我不幸福 我得到他的人 我才是幸福 我拿到那张结婚证 我才是幸福 那张纸真的是那么 重要 重要 那是一个女人的名分啊 这张纸非常重要 要比房子车子 钻戒 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承诺都重要 但如果因为你拿这张纸的话 马上过一段时间 你们不相搭的话 那又会有另外一张纸出来 如果我要是这个男人的话 我会觉得很害怕 所以今天我觉得他可能会来 但是 娶不娶你呢 就不一定了 不啊 他只要出来就必须娶我 你看吧 这样的压力的话 我就会反抗 我就宁愿说好吧 那我也不娶你 你又怎样 真上来要求婚的时候 你稍稍地控制一下你的节奏 善良的女人管住男人的胃 狭隘的女人管住男人的钱 最蠢的女人管住男人的身体 聪明的女人管住自己的自尊 婚事你自己求 结果你自己承受 我们都不是东魏 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 你见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他今天不来 接下来你怎么做 他不来就是不爱我了 我觉得 我应该考虑一下 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了 我来着这个舞台的目的 就是想告诉他 你要出来就必须娶我 要不然你就不要出来 如果他来是跟你分手的 我想我想到这一步了 嗯 你也想到过这一步了 真难得五个掌 他还有理性的思考 我强势的已经都不会哭了 准备好了 我们开门了啊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啊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五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五 五 五 我要问问的幸福 能抵挡末日的残酷 在不恨的深夜 能有个归宿 我要问问的幸福 能用双手去碰触 你自身守入怀中 有你的温度 我要问问的幸福 能抵挡失落的痛处 一个人的路途 也不会孤独 我要问问的幸福 能抵挡失落的痛处 不管结果如何 你今天已经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也不管是我们所说的方式 是不是见过 我在朋友眼里都是属于感觉很活泼的那种 表面装得很坚强 但是其实 内心真的很缺乏安全感 那你还想嫁给东卫吗 想 还想嫁就好好地拿着花 回家好好生活 好好工作 他总有一天会反过来求你 他绝对来了 我跟你讲他不可能抛弃我一个人在这样的舞台上 那你到下面先等等 我先进行下一个 好吧 看他会不会来 好不好 来 花拿着 你到下面稍等一下 好吧 还有吗 有吗 我怎么知道没有呢 你说你急什么呢 你急 你懂又不懂 你上边还吹我 我还不知道你跟我说过什么吗 你还急急急急 还跑着上来说 哎呦这样现场 董伟都来了 这不又乐了吗 你看 老师你 我不这么做 你怎么会珍惜呢 把董伟说来 他就来了 哎呦气死我了 把架限场打开吧 董伟我当了那么多人面向你求婚 你在这干嘛呢 你快说话呀 董伟 我们已经谈了这么长时间了 我 刚才老师也说我了 我 可能是今天的做法有点疯狂 但是 我真的很想跟你结婚 其实老师刚才那些话 我也听进去了 我觉得我应该去理解你 但是你应该也理解我 你一直让我一等二等再等 那个时候我们刚毕业的时候 我们住八平米的房子 那时候我一个月才两千块钱 你都能等 你为什么现在就不能等呢 因为我年龄到了 我怕你过几年 我变成黄脸婆 你不要我了 董伟我告诉你是男人 你姓董的 你现在给我出来 你见面跟我聊啊 你谈什么前线呢 你别逼我行不行 我今天我就逼你了 我就逼你了 你看这又来劲了吧 全都给你破坏 别总逼我行吗 我跟你讲我就逼你了 我今天就逼你了 我跟你说了 我来这个舞台的目的 今天来这个舞台的目的 就是你出来 必须要娶我 要不然你就别出来 你别出来 我明天找个人 随便就嫁了 看我家家能不能做出来这件事 我连个像样的婚礼我都给不了你 我怎么跟你结婚 我们同学现在是晒车晒房子晒孩子 我现在带着你租房子住 我同学来参加我的婚礼 他们会怎么说 他们会说 董伟不行 连自己的女人他都照顾不了 他 我还 我是男人 我有我自己的原则 董伟你怎么那么好面子呢 别人愿意说什么 说了什么 在别人的事 我是一个女人 我都不在乎 你在乎什么 我今天可以 可是我在乎 我是个男人 好你在乎 你在乎给我出来呀 我当时那么多人 没想跟你求婚 我过夜来跟你求婚 你还让我咋的呀 我今天 我当时所有的人的面 我跟你说 我说我一定娶你 但是肯定不是今天 那你我问你 你是不是爷们 你要是爷们的话 答应 我告诉你 你冷静冷静行吗 我们有什么事回家说行吗 不能回家说 回家说你又让我等两年 我今天必须 我来的目的就是 我必须知道一个结果 我必须知道一个答案 东伟 你爱佳佳吗 我特别爱她 你娶她是希望她快乐 对吗 对 那你问问她 现在要是娶她 她快乐吗 我不想 我们两个结婚以后 因为 这些钱的事情 而让 我问你 你跟她处了多久 五年 在这期间 她有没有追求者 有 有没有条件比你好的 有 那为什么她还要跟你在一起 年纪轻轻的 那么讲究形势干什么 我只能说你虚荣 我不是虚荣 主持人 那你今天 就答应娶她 我想等什么都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 到现在五年 迟迟都没有准备 你让别人等到 何时何刻 可是没有 可是没有钱的话 爱情会变质的 我不想因为 将来因为我们两个 没有钱而去吵嘴 你能保证 你被这辈子都有钱吗 把第二现场关上 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 我现在 过来 我刚才那么说 那么击她 是希望她改变 她的婚姻观 一个太注重形势干 另外一个 也是太注重形势干 只是一个是注重物质 一个是注重 所谓的众目睽睽的 光而告知 这女孩是嘴上强 这男孩是骨子里强 两个人强强在一起 完全就是 天天就是擦枪走火 就是个吵 刚才我从 你和她的对话当中 我分明看出 你的那个男朋友啊 她的压力 和她没有尊严的那股劲 一点也不理解 再逼下去的话 她真的就走了 我觉得两年以后 没有任何一个婚礼 会比我们现在 这个舞台更加华丽了 而且还有 涂雷老师 这么大牌的主持人 为你们主持婚礼 多好呀 为什么不今天 就把她给定了呢 两年以后 你还不见得 能够请得动涂雷老师 哎呦我天呐 你真正在这胡说八道 我主持过各种各样的婚礼 高朋满足 要多大牌 就有多大牌 但是 现场所有的人 几乎都说 无论疾病 痛苦 贫穷 富有 我都愿意嫁给他 我都愿意娶他 但是真正 但是真正数年之后 他们还在一起的 与当初那个婚礼现场 盛不盛大 根本就没有一分钱关系 真正的婚礼在这儿 不是在这儿 俗不俗啊 接下来我也不需要你去开门了啊 来 五 四 三 二 开门 向往简单美满生活的佳佳 曾数度疯狂地向男友求婚 却被一心要给佳佳 殷实生活的董伟拒绝 今天 佳佳来到舞台 最后一次向董伟告白 要么分手 要么结婚 那么 董伟会走出第二现场 来到舞台 答应佳佳最后的要求吗 五 四 三 二 开门 两 三 四 开门 参加 一 三 二 八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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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二 我 你愿意娶我了是吗 我爱你 我只想跟你在一起 有可能之前 其实我真的是想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再跟你求婚 我知道我今天求婚太冲动了 其实刚刚涂老师告诉我的一些话 我已经往心里去了 对不起 但是你今天不要再拒绝我了 佳佳 佳佳 你这一些年对我做的这些 本来求婚这事吧 应该 应该我这大男的做的 但是每回都是你跟我求 佳佳 我爱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你答应你 我爱你 你没有 我爱你 我爱你 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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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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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真心希望他们能够理解婚姻真正的含义 两个相爱的人共同携手走向爱情 那叫情投意合 两个人携手走向婚姻 那叫志同道 两个夫妻 共同的走向死亡 那叫真正的见证爱情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拜托 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